腊肉都吃过吧 但是这东西 不一般 它是啥的 辣兔 它是兔子 你说这个肉啊 都能整成辣的 煮10到15分钟左右 炒或者蒸 然后加辣椒 哎呗呗呗 这个呢是我买的 我最近呢 特别喜欢吃烟熏辣的东西 这个这个 兔腿 这是兔后腿 一看就是 之前吃过那个 首次兔对吧 全都是兔后腿 四个兔后腿 真一个太神奇了 今天我们就尝一下 辣兔 OK 等等 我买的是整支的烟熏兔 整支的 就给我发来四个腿 这个我是不是要打个假呢 奸商啊 奸商 如果味道不好吃 高低给你个差评 你们闻闻闻 你们闻闻 你们闻闻 这像话吗 像话吗 啊 就这个兔子 在外面不得40块钱啊 嗯 好像这个 我花了49块钱 总没得50块钱 对吧 哈哈哈哈 尝一下 嗯 嗯 这个兔子 它不是特别咸 有点意思啊 平时呢 喜欢吃辣肉 它这个辣兔 吃起来口感呢 它是那种散的 肉是散的 本身兔肉呢 它就偏散一点 而且它还偏软 嗯 这个可以 这皮有点硬 真不错 都要做的好 我发现啥都有卖的 像这个薄薄的这个地方 越嚼越香 嗯 嗯 越嚼越香 弄得我今天就想喝点 给你们尝一口 嗨 嘿嘿嘿 嗯 皮有点硬 嗯 辣兔子啊 真的 好吃 好吃 我以后还买 就算是不给你差评了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做的好 做好的整只兔子 就寄来四个腿